看看新闻网 如果说到姚明和曾志伟同台呢 他在脑海里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他们巨大的身高差 所以呢今天我们选一张他们坐在一起的照片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那其实说呢这个身高呢是爹妈给的 但如果说他想要混娱乐圈练就的必定是一身真本事 那姚明的最擅长的其实是打篮球 那曾志伟大哥今天竟然要和他比篮球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看看 镜头下拉才知道这次的贵宾当中还有曾志伟大哥在练呢 不过别看我们的曾大哥身材娇小很隐蔽 人家发起威赖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姚明你不就比我高那么一点点点地点吗 有本事咱比比球类运动啊 宝宝 曾志伟一场上门这足球踢的着实不错 不过姚明同学要比球嘛 让你换篮球好了 不过这分分钟就要赢的节奏却变成了 看来这个还颇有难度 虽然这个差点看上去挺劲的 人家可是世界级篮球手好吗 小杨还搞定你啊 要不要再试一次 我投 我再投 再投 再给一次机会啊 哎呦 今天什么情况吧 锅头手都恩头不中 难道好运气都浓缩给了曾志伟吗 来来来 曾哥给你挑个球 传点好运气给你啊 虽说这最后一头终于是中了 但曾经的篮球场上的霸主 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啊 那啥 我这是错误投球示范 你们看清楚了没有啊 但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局部话 就是说那是巧 任何事情离开的联系 都会帮我们 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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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 行的在线 综合报道